好 那麼現在我們來介紹這個 就是怎麼樣抓圖 我就用OpenOffice啦 也可以啊 反正用哪一個都一樣嘛 用這個 文字文件 看看 好 那麼我剛剛老師有貼到用Print Screen 所以說如果我要把這畫面抓下來 我按Print Screen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抓的是全螢幕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到這邊我們把它貼上 貼上 你看 你有發現 連哪裡 是不是連下面這一塊都會抓到 對不對 顏色要換一下 對不對 這裡都會抓到 是不是比較不好 你還要用裁切嘛 那我可不可以只抓我要視窗就好 可以 因為你可以搭配一個什麼 快速鍵 比如說我的視窗 我就只有這麼大 那麼 您一樣用Print Screen 可是您先按住Alt鍵 Alt加Green Screen 我現在抓完了 我來這邊我把這個刪掉 我再貼進來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就是說你赤手空拳也是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 沒有軟體的輔助還是可以做 那只是說目前來講它 就只能做這兩件事情 就只能做這兩件事情 比較可惜的就是做這兩件 好 那這樣這樣就會了 那我們來看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我們 介紹的這是 我覺得 現在我是比較喜歡用它 以前我用另外一個 不管你用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喜歡就好 那是哪一個呢 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 這裡其實我放兩個 這個跟這個 這兩個都是免費的 那各有優缺 那我現在要介紹的是這一個 好介紹這一個 因為它 只有一個執行檔 雖然它有一個缺點沒有中文版 是英文的 但是我相信各位都看得懂 嘿嘿 經過我的講解之後應該都看得懂 開玩笑 那 你只要執行 你看右下角有沒有多一個圖 對不對 那您看一下 它預設會問你說要不要我把你開機的時候就自動執行 通常我是不要啦 我要的時候再用就好 那語系 不好意思 沒辦法 只有 別的國家的 我有寫信跟他講 看要不要加入我不加入 但是他目前還沒有加入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加入 好 那我就先這樣 我就OK囉 好 這時候你就在右下角了 對不對 好 您看一下 點左鍵也好 點右鍵都可以 它最主要是它極多種功能於一身啦 除了能夠抓圖之外還能夠做什麼 還能夠 螢幕上可以用尺 去量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看看那個 多大 因為像我在上那個影像處理啦或者是網頁設計啦 我們可能要看一下那個多大 當然你用影像處理軟體也可以去 設計可是你總是有時候這樣量一下比較方便 你該不會真的拿尺來這邊量吧 對不對這樣也量不好啊 因為螢幕上也有單位叫像素 好那 它也有尺規 還有什麼 坐標的 甚至還有一個功能 我們剛剛有沒有在螢幕上畫來畫去的 它也有 可是它沒有放大的 它缺點就沒有放大 它可以畫圖 但是沒有放大 好就沒有放大 所以 這是 先把它功能稍微講一下 那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喔 如果說 您現在要抓 畫面的話 我只想要抓這一塊 我抓這一塊 我抓這一塊好了喔 假設我要抓這一塊 那您就來這邊 左鍵右鍵都沒關係 其實如果您常用我是比較建議 寄那個快速鍵 好寄快速鍵 那如果您不常用 就從這邊來 您看它可以抓全螢幕 對不對 Full screen全螢幕 Active window 就是我們剛剛的 所謂的作用中視窗 Auto叫Print Screen 一樣的功能 好這個兩個我們就不講 那我們先講下面這個 Capture Region 就是抓什麼 區域的 所以我點下去之後 有沒有變得十字了 我就把我要的地方框一下 拖起來 放開 就抓完了 有沒有 那它還有幾個簡單的基本的 處理 你還可以在上面做 而且它有個好處是 它 你假設抓了十張 在上面就會有十張 你不用擔心說 哇我剛前兩次抓的 哇我忘記了 沒用到 結果 你還要訂命一次 不用 你看我抓一次 可以看 來 比如說 這邊 你可能要看 家文共賞 嘿嘿 這個很好玩 我看到的 我覺得 人家分享的也蠻好的 好笑的 好 比如說我這裡 好那我就在抓一次 一樣從這邊 追群 好我就在抓 這一塊 有沒有變兩個 第一次抓的自拍站 對啊所以這樣就比較方便啦那你就可以隨時用複製的 好或者你要在上面再處理一下就可以拿到你的 Office裡面去用 好比如說複製起來 把它貼上 這樣就拿過來了 就比較方便 因為平常我們的剪貼布 其實 剪貼布的話只有在Office裡面你才有多個剪貼布可以用嘛 如果是平常我們怎麼複製貼上的那個都只能用一次對不對 以後有機會再介紹那種 那種小軟體 好那個也有 也有啦 所以這樣就比較方便 好就比較方便 這個是 在這個小軟體的部分跟老師 分享一下那這裡呢 他還有一個 這個 叫做什麼 這個 你如果你抓了剛剛那一個 大小 可是你知不知道他 還記不記得他多大 不記得對不對 那如果你那個區域你要重抓一次的話 這裡他可以直接抓 你看喔我把它縮小一下 我要抓最後一次的 有沒有看到最後一次的 Repeat 我再按一下他就會剛剛那個大小就一樣抓 所以有時候我們有一個 動作需要就是什麼 我每次抓的要一樣大的時候我就這樣抓 只要把視窗對到那裡就好了 比如說這是這一篇文章然後我下一篇文章 好 像這個 這篇文章 進來了 那我要抓的放我跟剛剛那一樣 就是到這邊 我不用重 我不用再重新抓我就 按最後一次抓的 就跟我剛剛抓一樣大 因為有時候我們有這種需求啦 我不知道各位老師會不會遇到 那先提一下 好 那他還有一個功能 我就先來講一下囉 還有一個什麼 因為剛剛老師有提到一個去背的問題對不對 也就是說平常我們在抓的時候是不是四四方方的 那 如果那個地方就剛好不是我要的 比如說 我們 我們看Yahoo這裡好了 好 比如說這裡 我只要這一塊 那怎麼辦 平常我們處理方法你可能就是 這張存下來之後你要到 佛藤貝克啦 之類的 才比較有工具可以用嘛 那我們來找看看 來 這裡 他們家就是有這種 外格式 Freehand 自由手 就是自由的繪圖啦 來 點一下 他就告訴你 我只要假設我要學校的外圍就好 有沒有 很這個一般我們影像處理好你這個套索工具 套索工具我就把它抓起來 假設我只要抓到這邊 這樣就有點像去背的效果 來看看到底有抓到嗎 有沒有 對啊 只是說 這一張來講當然不是那麼適合 但是有時候你可能只要抓某一塊的話 還是可以這樣做 還是可以這樣做 等於說你可以少掉 中間再經過影像處理的一個過程 稍微把你要的抓下來就好了 雖然他 本身是用 就是 用 拖曳的方式然後你去抓 雖然準確度比較沒那麼高啦 但是相對來講還是 有作用的 那 我稍微 介紹另外一個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個 所以如果你不要用我們的 RUNIT那個 有沒有 是不是一樣可以畫出來 還是可以畫 然後這邊呢 笑得很牛的 有沒有 哇糟糕我們網頁比較長沒有關係 哈哈哈 你覺得長的 那有的人會問說 我敢不可以牛高度 可以啊當然可以啊按右鍵 你就變高的啊 有沒有 因為你滑鼠 你看喔我們把這個我先把它變成水平的 我怎麼知道這個總長多少 好 你有發現 在這裡 我移到這邊最最底的 就不會再過去了有沒有 紅色那裡 看這裡 哇 那你也薄屁 看這個地方 你看我一直移移到這邊 你有發現移不過去了 這邊是不是就不會動了 這樣七五四嘛 這樣OK嗎 好所以這是給老師您做一個參考 萬一你有真的需要 拿來量的因為他單位是像素 當然也可以改啦 你可以改之說原則上我們用的 單位上來講 主要就是像素 主要就是像素 好 這樣子 那 齒規我想用到機會比較少 我就不講 這兩個應該用到機會就比較少 有興趣的老師您再去 看看因為你要量角度啦什麼的 可以直接從上面做 這個是抓圖的部分給老師參考 因為他本身就有抓圖還有什麼 編輯的功能 會相對起來您在用的時候比較方便一些 好比較方便